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拉菲亚就说到了 其实自1978年起 巴西从来都没试过 在世界杯第一场分组赛就赢不到球 真的可以说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记者天奴马高斯也说到了 相比起敌提之前带领的比赛 上一场对着瑞士真是最差的一场 说上加上的是 刚刚上月的尼玛 除了上场没有表现之外 在准备对着哥斯特尼加这场比赛的训练 再一次受伤 看来球队真的要想想想 古天奴说到 尼玛是世界上最好球员之一 只要有他在场上 球队的实力就会大增 所以他真的很重要 虽然有不少人对这一对巴西感到失望 但是其实他们都成功展现出攻击天赋的一面 说准备的是上一场招牌式软射的古天奴 入到第十一个国家队入球的他 绝对是阵中强心针和秘密武器 古天奴有提到 接下来这场对着哥斯特尼加的比赛将会十分重要 但是其实球队只要踢出自己的风格 继续开开心心地踢球 所有问题都会迎刑而解 不知道这帮巴西的球员 又可不可以开开心心地踢球 再一次面露笑容地捧起大力神杯呢 大家记得拭目以待 谢谢啊 冲锋 球技师说到 每一次输球都会有些人 会去说球员是出现问题 但是当他们找不到球员去责怪的时间 他们就会尝试作一些故事出来 去幻灭你来的希望 上一场失望地输给蔡尔维亚之后 哥斯特尼加绝对是需要时间去反弹 但是有传他们阵中出现内控 但是队长巴恩努尔斯就这么看了 他说到其实意见分歧在足球世界里面 经常都会出现的 最主要是在这个时刻 大家怎么去重新调节 怎么去协调整件事 这才是最重要 在巴恩努尔斯粉碎传言的同事 他也都继续支持教练奥斯卡拉米尼斯 在这个时候 快乐足球永远都是最强的动力 所以这次中北美洲球队 应该尽快收拾申请 准备今晚对巴西的大展 笨尼加斯说到 这场比赛球队需要减少犯错 增强埋门把握力 以及有完美的表现 才有能力去扭转乾坤 至于奥连纳就说到 瑞士已经好好证明了 如何在巴西身上可以取得分 这场球队上下将会拼死和巴西一战 虽然每一个说 哥斯达尼加有机会成为 今届黑马的人 未来看上去都好像会有些失望的机会 但是看回往迹 又真的是事实 因为对上十次对着巴西 他们只是赢过一次而已 而且是60年之前 波及斯就说到 他们一向都是喜欢和善于 去到创造神话的 只要球队相信 他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数据只不过是数字 历史也不会被重写 那大家看看今晚如何创造传奇 哥斯达尼加也是打法律足球 但今天又说要拼死的态度 想打出代表作对巴西 刚才Ricky 你看着哥斯达尼加的练习球 有没有见到一些熟朋友 球技师 刚才我和他爸爸有聊过 在俄罗斯的时候 我觉得内向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对蔡卫尼加的练习球 其实每个人都比了最后一面